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归给耶稣 我们欢迎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Amen 非常感恩今天跟大家一起敬拜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 当年我们进入到一个很深入的神的同在 我相信今天主耶稣 祂要邀请我们 就是好好的安息坐在祂的脚前 但是安息不是睡觉 好不好 所以今天请打开你的耳朵 上帝有话要对你说 跟你旁边说 上帝有话要对你说 Amen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邀请主亲自对我们说话 Amen 哈利路亚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主 当我们同心合一 一同敬拜的时候 你的荣耀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而今天我们祷告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让我们清楚看见 清楚听到 主你对我们的心意 是的主 使到今天 我们真的 真实地能够进入到你的安息里面 谢谢主耶稣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上周呢 两周前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弟兄 他邀请他的家人 在安息日 好好的守安息日 就是在主日 然后呢 好好的来敬拜 之后呢 就 他们就好好的休息 或带孩子去游泳 就是叫孩子 不要做功课 你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有人反应我说 真的吗 能行吗 可以吗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人真的觉得 很难安息 会被孩子操心说 哎呀 如果礼拜天 没有让孩子去 去做点功课 或做一些补习的话 他们跟得上吗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在职场的弟兄 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 坚持不要加班的时候 会不会就失去了 我的生子的机会呢 所以我们就会 为很多事情担忧 直到我们真的 无法好好的安息 好好的守安息日 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 然后你就讲说 哎呀 我现在是家庭主妇嘛 或我是阿公阿嬷 我每天都安息啊 但是其实呢 我们的阿公阿嬷 也是为 孙子孩子操心 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主妇 就会忙着 一直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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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好好的 进入到安息里面 对不对 我看了有人点头 是的是的是的 特别是心里要到啊 拼命的大主特主 然后买菜啊 对不对 要打扫家 对不对 我明白 OK 所以你看 很多事情 让我们无法 好好地休息 但是今天 愿我们 借着神的话语 好好地 放心休息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 放心好好休息 跟你朋友说 要放心好好休息 放心好好休息 阿弹 所以我们要延续 我们在讲这个 关于安息日的 或关于休息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 真的可以放心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主要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1 2 3 耶稣和门徒去耶路撒冷的途中 路过一个村庄 遇到一位名叫马大的女子 接待她们到她家里做客 马大的妹妹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听到 马大为了招待客人 忙乱不已 于是上前对耶稣说 主啊 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 你都不管吗 请你叫她来帮帮我吧 耶稣对她说 马大 马大 你为太多的事情 忧虑烦恼 其实最紧要的是 只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 是夺不走的 Amen 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在问说 神啊 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然后我发现到说 其实 我先解释这段经文的整个过程吧 就是 耶稣被她的好朋友 马大邀请她到她的家做客 所以呢 那时候 相信马大一定花了很多心思 要打扫家里 预备满汉全席 来招待客人 不只是耶稣来 连客人都来 然后最近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邀请我们的领袖到我家来做客嘛 然后 他们都讲说 你的家很整洁 很干净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整洁干净吗 因为我打扫了一整天 我的休息日就打扫一整天 然后呢 我拼命的洗厕所 拼命的刷 用那个漂白剂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偷偷告诉你 不要跟别人讲 我已经一年没有洗厕所了 感谢他们来我家 让我可以好好的洗厕所一下 打扫我的家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哇 我就忙到精疲力尽 就好像马大一样嘛 当他要邀请客人来的时候 当你要邀请客人到你家 你肯定说 哎呀 要把最好的都预备好 所以马大就忙啊 忙啊 然后 忙着主 忙着打扫他的这个家 但是 问题是 最重要一件事 他忘记做了 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说 你要来到我的脚前 来听我说话 很重要 打扫家庭很重要 服事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是什么 他跟神的关系 他坐在主的脚前 听神要对他说什么话 所以 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 看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了解 我们要怎么可以好好地休息 就马大 你看他的心就是烦躁忙乱的 但是玛利亚 他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他可以休息 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 盼望我们要学习说 我们怎么可以放心好好休息 那我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无法放心好好休息呢 为什么无法在安息日好好休息 或者是平日 你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第一个点呢就是 可能我们将自我价值 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 就是将你自己的价值 建立在你所做的事情 我们把做的事情当作是 我们等同于我们的价值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好 我们先来看 回到那个经文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 好 我们大家再次念一下 一二三 马大为了招待客人 忙乱不已 于是上前对耶稣说 主啊 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 你都不管吗 请你叫她来帮帮我吧 从这里可以看到说 当然马大他有很好的心 就是他愿意服事 他是用行动来表达爱的 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呢 他似乎把这些他的行动 来等同于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在当时候的年代 女孩子 女人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能够生孩子 然后呢 能够把家庭打理得好 就是无论是主啊 然后那个家庭 都打理得紧紧有条 那你就是很棒的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 可能在中国早期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同样的 他也许会认为说 只要我主得好 只要我打理得好 然后别人就会给我称赞 我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 也许他就会把自我价值 建立在他所做的事情上 他做得多好 那我想问我们自己说 我们无法好好的休息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将自我价值 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 你做得多好 你做得多少东西 或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而其实这样的一种表现呢 是源自于一种孤儿的一种心态 而产生出的一个表现 孤儿的心态 基本上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得不到父母亲的保护或肯定 然后呢 可能我就觉得 那我就要靠自己争取 我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造成我们有可能会出现 这种孤儿的心态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会很努力 想以表现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 但是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说 其实上帝看重的不是你为他做什么 他看重的是你这一个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Amen 你知道吗 有一位CEO 一位就是那个高层领袖 他原本是很能干的 但是因为失业了 失业之后 他突然间就会陷入到忧郁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位非常能干的领袖 他发现到说 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的价值 建立在工作上 建立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家庭主妇没有工作 但是你会把价值建立在 你煮饭煮得多好 你要等到得到你全家人的称赞才行 如果呢 家人不称赞 家人嫌弃你的饭 煮的饭不好吃 你就会生气 你就会发脾气 会不会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那也许就是我们开始把 我们的价值建立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但是神更看重的是 你这个人 神爱的是你这个人 他不是因为你可以为他做什么 有位弟兄 他有跟我分享就是 因为他很努力地读书念书 但是父亲总是觉得 他的成绩不过好 他很努力地做家务 母亲总是告诉他说 你做得不过好 你打扫还是很不干净 他就在学校 他考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老师总是称赞别的学生 总是没有给他肯定 所以因此他就 有产生这种 享用表现 来证明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神爱他是因为他这个人 他的being 因为他可爱 因为他单纯 因为他单单地爱主 上帝爱的就是他这个人 而不是为他所做的 所以跟你旁边说 上帝爱你就是因为你非常可爱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上帝爱你就是爱你这个人 Amen 因为他创造了你 所以我们无法放心好好休息 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价值 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 我们做得多好 我们所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点 为什么无法放心好好休息呢 就是为许多的事情担忧 为许多的事担忧 我们回到经文 在第41节 这边讲说 马大马大 耶稣说你为太多的事情 忧虑烦恼了 所以马大为 他可能要做的事情 或担心会发生的事情 而忧虑烦恼 而造成他无法好好地安静下来 坐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耶稣要他的事 坐在他的脚前 那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 忧虑的根源其实是 可能我们想要 确保我们掌控一切 我们无法掌控明天 我们就会为明天的事情忧虑 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好好地放心休息 无论是好好地守安息日 或者是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会为明天的事情忧虑 所以忧虑呢 其实会夺走我们的喜乐 忧虑无法解决问题 忧虑只能夺走我们的喜乐 跟你朋友说 忧虑无法解决问题 忧虑只能够夺走你的喜乐 忧虑无法解决问题 忧虑只会夺走你的喜乐 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脑海里面 不断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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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这样跑 我们就会瘦 但是怎么做 怎么跑 我们人人还是一样 对吗 所以是白忧虑一场 对 所以那就是忧虑 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为明天的事情忧虑 为不确定的事情忧虑 为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忧虑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好好休息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学习 要学习如何放心好好休息呢 第一就是 将重担放下交给神 跟你朋友说 要将重担放下交给神 将重担放下交给神 我们回到经文来看一下 在四十章 这边讲到说 马大为了招待客人 忙乱不宜 对不起 四十节 四十一节这边讲说 耶稣说 马大为太多的事 忧虑烦恼 四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四十二节 一二三 其实最紧要的是 只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 是夺不走的 玛利亚选择的是 坐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其实 当耶稣对马大说这些话 马大 马大 你为太多的事 烦恼的时候 耶稣他其实说 马大 我希望你停止 你这些烦恼 不要再自己抓 不要再自己用自己的努力 想把东西都做得完美 做得做到最好 而是马大 最重要的是 我要你休息 坐在我的脚前 把这些重担 把这些担子 这些忧虑 都放在我的脚前吧 进入到我的安息里面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 我们是停止所有的活动 我们就是说 我愿意 休息在主的面前 所以我相信神 他在鼓励我们说 弟兄姐妹 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断地要抓 要抓 要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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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自己心烦欲乱 搞到自己脾气很坏 但是主说 最重要的是 你先来到我的脚前 安息吧 休息 所以安息日 是让我们可以来到 主的脚前 好好休息 放下这些重担 将这些重担 都卸下 交给神的 Amen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三十到三十二节 邀请大家 一共为纪念 一二三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吃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Amen 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 不要忧虑 不要小心 小心是缺乏信心 信心非常的少 那他说不要小心 而是 你看天上的飞鸟 你看地上的花草 上帝都看顾 上帝都给他美丽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天父他会看顾你们 所以不需要担心 也不需要用自己的 忧虑或努力 希望说我要掌控一切 希望我要把一些做到完美 而是神说 来学习 来放下这一切 放下这些重担 而来依靠他吧 而来信靠他会供应给你 Amen 所以跟你旁边有说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Amen 我们来再看下一段经文 耶稣继续说 在马太福音六章33到34节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一二三 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单就够了 Amen 耶稣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把它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的时候呢 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的时候 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 都必定会加给你 Amen 而且耶稣在鼓励你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单就够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为今天的事情 好好的处理 好好的努力 就足够了 明天的事 就把这些重担交给他吧 因为 在两周前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嘛 我们忧虑的事情 85%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不要白忧虑一场 那15%会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就 把这些重担交给神 所以就处理你今天的事情 明天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掌控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掌控一切 上帝必掌控你的未来 上帝必看过你 Amen 所以跟你朋友说 将明天的事交给神 Amen 所以你要相信 当你愿意先来寻求神 如同耶稣邀请马大 来到他的脚前 放下他手中 一直抓的 一直抓的 一直忙的 靠着自己努力的 而是安息吧 坐在主的脚前 休息吧 当你愿意相信说 主我愿意放下 主我愿意信靠 我愿意好好的手 安息日 休息在你的面前 你要相信说 神会供应你的一切 你的经济上的需要 你的智慧上 能力上的需要 上帝都会加添给你 Amen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轻松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 放心休息 Amen 好 那怎么交托呢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起来念经文 一二三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 谢给上帝 因为他眷顾你们 我们再念一遍 一二三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 谢给上帝 因为他眷顾你们 上帝爱我们 他要眷顾我们 但是主要我们 先把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重担 全部卸下 就是好像放下 丢下一样 是需要用力的 需要刻意的 OK 所以忧虑会回来 你会为这 你的空手忧虑 但是当那忧虑 一进来的时候 你要说怎么样呢 主我再次祷告 交给你 主我愿意再次祷告 将这事情交给你 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 当我先求你的国 你的义 这些东西 你都会加给我 我们信靠神的话语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用祷告来交托 为什么要祷告呢 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 因为祷告代表说 主我相信你 主我信靠你 祷告是表示 你信靠神的 一种表现 所以当忧虑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马上说 主我把这个事情 再次交给你 我相信你会看顾 我相信我缺乏的力量 你会给我力量 我相信我的孩子 主你自己会看顾他 Amen 所以将你的心事和重担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 用祷告交给神 所以让我们就 一起来操练好不好 你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 是孩子吗 是你的工作吗 你的服饰吗 你的身体的健康吗 还是你对未来的方向 非常不确定 让我们现在静下心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将这个事情 将这个重担 卸在耶稣的脚前 我们就坐在主的脚前 停止挣扎 进入到安息里面 Amen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 各自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你知道 我们心中的忧虑 主你知道 我们自己的缺乏 但是主我们相信 你爱我们 天上的飞鸟 你都看顾 地上的花草 主你都装饰 主你也必定 会看顾我们 所以主现在 将弟兄姐妹 将自己 所有的忧虑的事情 明天的事 我们都交托给你 我们相信天父 你是爱我们的 主你不要我们 那么的辛苦 在那边靠自己挣扎 而是主 你会给我们 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力量 你会亲自来 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 所以现在 我们将心中的担子 重担 忧虑 全部卸在 耶稣你的脚前 主耶稣 今天我们要选择 来亲近你 我们要选择 坐在你的脚前 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谢谢赞美你 将重担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把重担交托 就不要拿回去了 Amen 如果 又利用尽来 就再次的 刻意的 再次祷告 把它交给神 Amen 好 那第二点 我们怎么样的 好好可以放心休息呢 就是要安静 聆听神的心意 跟你旁边又说 我们要安静 聆听神的心意 我们要安静 聆听神的心意 我们再读 回到经文 一起来念 在39节 123 马大的妹妹 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 听到 第42 其实最 要请的是只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 上好的 是夺不走的 所以那上好的 玛利亚选择上好的 福分 是什么呢 那上好的福分 就是 坐在主的脚前 安息 就是 降服于神 聆听神的道 所以这边 我要讲的点就是 我们要先来 安静去聆听 神 要对你说的话 神的心意 不是说我们 忙碌不重要 我们的工作 家庭不重要 也不是说 我们的服事不重要 但是其实 耶稣说 更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先来 安静 先来 亲近主 先来安静 我们的心 等候神 要对你说什么 当你明白 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才去做 那就不会 白忙一场 就不会 事倍功半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是事倍功半 就是我们做了 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是 没有什么果效的 在小组 我们在讨论 关于 安息日 然后关于孩子的 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位姐妹说 那我们 孩子要 小六会考了 那我们是 要预备 让他们上 很多很多的课程 但 另外一位姐妹 另外一位夫妇呢 他们自己 他们孩子已经长大了 已经大概 可能中医了 所以他们就说 我跟你分享 我的经验吧 因为在过去 我也是常常 让孩子 每一个科目 都要去补习 但是 到最后 孩子告诉我说 你知道 爸爸妈妈 你让我上的这些课程 其实对我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 补习老师教的 跟学校教的东西 不一样 反正我更混乱 然后 就是 我上了 对我来说 没有帮助我的课程 能够进步 学业能够进步 所以发现到说 到结果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浪费了钱 浪费了时间 可是有点是白忙一场 所以 父母亲就学 学道德的功课 就告诉孩子说 孩子 你需要补习的时候 你才跟我讲 好不好 然后 我就让你补习 而不是 因为担心 因为忧虑 就 希望 孩子 学更多 能够跟得上 整个社会 所以 听众姐妹 让我们不要 白忙一场 我们要先明白 神 对你的心意 我盼望在 今年 我们真的不要 白忙一场 有时候忙了 一整年过后 发现说 我去年做了 干了什么事情 好像我还是原地踏步 好像我也没有去到哪里 我也没有怎么样的进展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让神 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要让神 我们要先进入到 神的同在里面 好好的聆听主 对你的心意 然后我们就会 做事 就会事 半功倍 阿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在诗篇127 第一节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123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 枉然警醒 所以若你做的事情 不是上帝 在其中 上帝的引导 就好像 建造房屋 可是是枉然劳力 因为上帝不在其中 看守 我记得 在圣诞节 有一位讲员 他讲了一句话 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说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他是讲说 他去乌克兰 帮助那些平民 然后就 打仗了 那个炸弹下来了 然后他们要跑 然后每个人都跑反方向 他们就跑那个方向 跑其他的人的反方向 过后才发现到说 他们跑错方向了 所以真的 我们需要 学习怎么样去 安静 聆听神 祂的引导 实际上我们 可以忙 但是你要忙 正确的方向 要跑向神 要你走的路 而不是跑反方向 结果发现 哎呀 跑错路了 你还要花 一整年的时间 走回正路 Amen 所以当你可以 好好地 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坐在耶稣的脚前 去聆听神 要对你说的话 那你就能够 放心好好休息 因为你明白了 神的心意 而不会 不知道说 哎呀 到底要怎么做 我就这边坐一点 那边坐一点 这边抓一点 那边抓一点 结果 枉然牢力 结果白忙一场 瞎忙一场 上帝会对我们说话 而鼓励大家 我们要开始来 更多地 安静自己的心 来等候寻求神 我们可以祷告 问上帝说 主你要对我说什么 主你要我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们 吴乃利牧师 他在跨年的时候 鼓励我们 等候神问的两件事情 所以上帝 他会对我们说话 那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太太如燕 在带领话语分享的时候 在小组 她就邀请大家好 现在我们全部 安静一分钟 我们就聆听神 要对你说什么 然后大家就 尝试安静 有些人心很安静下来 但是有些人呢 在一分钟之内 心里面就开始 领受上帝对他说的话 然后就开始流泪 一分钟 其实有时我们只需要 给神安静一分钟 主的灵 祂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 神要我们放下 马大的那种 不停地抓取忙碌 而是做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要对你说的话 所以现在我要邀请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操练 圣灵在你的心里面 我们信主了 主的灵在你的心里面 主的灵能够对你说话 上帝能够接着 让你想起一段经文 看到一个图画 或者是给你一句话 来对你说话 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问上帝 这个问题就是 天父你要对我说什么话 我们一起来安静一分钟 等候神好不好 我先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之后我们就进入到 一分钟的等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我们先邀请主啊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再次充满在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的身上 主啊圣灵啊 以那微小的声音 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主让我们开始能够听见 主我也祷告现在 让我们进入到 那个平静安稳里面 使到我们的心 是平静安稳的 主带领我们 进入到那个宁静谷 进入到那个藏身处 进入到那个 与你面对面的地方 亲爱的圣灵 我邀请你 现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让我们一起来等候神 谢谢主 谢谢亲爱的圣灵 主让我们 看见那个图画 给我们的那一句经文 给我们那一句话 谢谢主 你给我们的安慰 谢谢主 你对我们的心说 不要害怕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会行过 死因的幽谷 但是我们必不怕遭害 因为主 你与我们同在 是的主 谢谢主 你会保守我们 弟兄们的姐妹们 主啊 当我们愿意 坐在你脚前的时候 主你会保护我们 你会与我们同在 主啊 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但是我们不怕遭害 因为主 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主 谢谢圣灵 我们领受主 你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 有觉得 可能一个图片 一个意念 一句话 进来 或是一段经文进来 觉得上帝 有在对你的心 说话的 请举个手好吗 让我知道 有没有 有 Amen Amen 感谢主 其实昨天 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 过后有好几位 弟兄姐妹 都告诉我说 上帝 的确让他们 看到一个图画 的确对他们 说一句话 给他们一段经文 所以我相信 这是神要给你的鼓励 那鼓励大家 我们 要更多的 学习操练 安静下来 学习操练 去聆听主的声音 而上帝 他必定会 引导你 今年的道路 Amen 好 那最后呢 第三点就是 我们怎么样可以放心地 好好休息 就是要简化生活 以神为中心 跟你旁边的朋友说 简化生活 以神为中心 简化生活 以神为中心 好 我们再次回到经文 因为耶稣对马达说 他为太多的事情 忧虑烦恼 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需要他处理 但是其实 42节告诉我们 最紧要的是 只有一件 那一件事就是 主要我们 坐在他的脚前 以他为 我们的中心 所以我相信 我也知道 我们当中有 我们的人 弟兄姐妹 都有好多的工作 好多的家庭的事物 要处理 事工要处理 但是主在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想说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工作真的是最重要的吗 工作重要 但是是不是最重要的 那家庭重要 但是家庭 真的是最重要的吗 但是主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来亲近神 跟神的关系 因为他 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满足你 所有所有的需要 Amen 我们一起来看 下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第三十三节 一起来念 一二三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这边再次告诉我们 优先次序的调整 主在说 如果你先求 我的国 我的义 把我放在 你生命中的中心 你可以很放心的 这些事 你忧虑的家庭 工作 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去 简化生活 使到 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放在一边 好像例如说 我们的 家的需要 很重要 孩子的补习 学业很重要 但是 更重要的是 孩子有没有跟上帝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Amen 所以那 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愿不愿意说 主我愿意 放在一边 简化我的生活 最紧要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 你跟耶稣的关系 就是你是否能 开始听到 主的声音 你是否跟神 有一个 很亲密的 这样的关系 这是主耶稣 他在邀请我们的 所以当你拥有了 耶稣 你就拥有了一切 所以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放心 交给神 因为神必看顾 你所有的一切 Amen 所以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重新调整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优先次序 要简化生活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一些视频 他们是教导你 怎么去打理你的衣橱 所以那些视频 就是教你 怎么简化生活的 就是说 这件衣服 能够带给你喜乐吗 你穿了你会开心吗 可以的话就留下来 但是这个衣服 很久没有穿了 十年没有穿了 不能够带进行喜乐 丢掉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什么东西是真的有价值的 跟神的关系 是真的有价值的 我们留下 那些其他的 吃喝玩乐很好 但是如果那些嗜好 你喜欢做的嗜好 已经取代了 那个神的时间 跟神的这个 亲近的时间 那愿不愿意说 我放在一边 Amen 所以简化你的生活 好不好 跟你朋友说 简化生活 以主为中心 Amen 因此我们要重新调整 我们的生活 六天工作 一天好好的安息 守安息日 坐在耶稣的脚前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 在鼓励我们的 坐在耶稣的脚前 好好地与神来亲近 好好地放下 你所有的忧虑烦恼 就是享受 跟神的这个时间 怎么同心调整呢 在你所做的每个决定 让上帝成为 你决定的中心 让每个决定是 让你可以更靠近神的 而不是让你越远离神的 当你能够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当你能够简化生活 让主耶稣成为 你的生命的中心 那你就能够放心 因为他应许你说 这些东西都会 加添给你的 Amen 邀请敬拜团上来 预备一下 我自己 非常的 Amen 和经历了这段经文 就是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 因为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真的很渴慕神 很渴慕神的同在 很渴慕像玛利亚 每天能够坐在主的脚前 所以当时 虽然我在考欧水准 但是我仍然说 主啊 我要来亲近你 我要来祷告会 我要来小主 我要来主日崇拜 而当我把神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虽然我的成绩 起初不是很好 那时候我祷告说 主啊 你帮助我 让我在最后的成绩 我可以拿到六颗十三分的一个成绩 而当我拿到那成绩的时候 的确是六颗十三分 我就觉得 非常感恩荣耀各位神 好吗 那个应 因为我是很清楚明确地 跟神讲说 主给我十三分 然后 当我 要 去到这个 初级学院 对不起 去到那个 理工学院的时候 上帝也是很奇妙的供应 因为 当时教会在建堂 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些存款 但是我说 主我愿意 献上更多给你 献上更多给你 而上帝就加倍地祝福给我 上帝怎么加倍祝福呢 就是 我读 我读书的三年的那个学费 我达到一个奖学金 三年都不需要付 每年还有四千块的 这个 给我用的 这些钱 所以 真的很感恩 让我看到说 上帝你 继续供应 而 这个奖学金也让我能够有 预备我 未来的工作 而当时候 刚好是2008年的 这个金融危机 所以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经济非常的差 但是上帝 已经为我预备了工作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 我就是不需要去找工作 而是 等 那个老板打电话来 请我上班 OK 所以是感谢神的 这个供应和保守 然后也是很奇妙 那时候我就开始到教会工作 薪水不高 然后有时候就看 别 我的同学 好像步步步高升 薪水赚得越来越多 有时候心里面就觉得 哎呀 如果在外面工作 可能 我也会干得不错 但是 你知道吗 上帝 他不会亏赖我们的 就是当我们服事神的时候 上帝很奇妙地供应 就是 突然间我有感动说 现在 上帝对我说你现在就去买车 啊买车 我没想过 我都不喜欢驾车 为什么要买车呢 好了我就去买了 我也没有去货比参加 我看到第一间店 进去里面 第一辆车我就买了 我就那么傻傻地这样做了 很奇妙 你知道吗 那辆车的用车证 才一千块 现在多少钱呢 现在七八万对吗 所以荣耀各位少报 上帝的供应 上帝亲自的供应 买了车之后 还故事还没有完 就是突然间有一位 长者说 啊永川啊 我想祝福你的这辆车 他本来是要完全为我付 付进所有的贷款 只是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付了一半了 说好那我就祝福你一半的价钱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到说 我服侍神 神没有亏待我 我把神放第一位 上帝继续地供应 我真的不需要为未来操心 我没有为这我的工作操心过 我没有为这我的经济操心过 一生都没有 是上帝的供应 所以我们将一切荣耀 给予神好吗 哈利路亚 当然除了车子以外 还有房子 房子上帝也很奇妙地供应 我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反正就是在三十四十岁之前 我已经把我的四房市的房屋贷款都还清了 所以无债一生亲 感谢主 阿们 当然更更更要感恩的就是 我一直觉得说 我这个人有问题了 我太多问题了 不可能会有女朋友的 不可能会结婚的 但是上帝就是为我预备那么好的一位妻子 已经chop给我了 如愿 谢谢 感谢主 仍然到现在神还是一直在供应 所以真的 你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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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 很辛苦的抓紧 好像马大一样 一直忙啊 一直忙 为着工作忧虑 为着家庭忧 为着孩子忧虑 当你真的能够把神放在寿命中心的时候 上帝供应你所有所有所有的需要 阿们 阿们 好 我来做一个总结 如何能够放心好好休息呢 跟我一起念 一二三 将重担放下交给神 安静聆听神的心意 简化生活以神为中心 阿们 所以其实你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跟神的这个关系 你需要耶稣 其他的事情重要 家庭重要 工作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 若神不在其中 你所做的事 枉然牢利的 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过去的一个领袖小组 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不同人的一些感动 这些感动都连成 一幅画或一个方向 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有不同人领受说 领受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一二三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其中一位姐妹领受这段经文 神要我们放下我们所有的重担 来到他面前进入到安息里面 然后在祷告不同人有不同的领受 然后另一位弟兄 他的领受就是 神要我们好像进入到这一道门 但是如同耶稣的比喻 骆驼进入那个针孔的门是不容易的 而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时代 那个门是非常窄小 那骆驼要进入到这道门 需要卸下所有的重担 卸下所有的这些货物 才能够进入到这道门 而这道门就是神要给你的命定之门 神要给你的命定 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卸下这一些担子 这些担子可能是我们抓住的 可能是那些我们心中的沉重的事情 主要我们完全卸在他的脚签 放下一切 放下重担交给神 那我们才可以进入到 神要给你生命中的计划和命定 进入到你的命定之门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样祷告 不只是给我们的 而是给大家的 上帝渴望我们都能够进入到 祂给你最美好的计划 但是我们生命中背负着许多的重担 这些重担一直让我们站不起来 让我们无法进入到神的那个命定之门 卡住了 所以今天邀请弟兄姐妹 让我们就是像玛利亚一样 来到耶稣的脚签 卸下所有的重担 卸下你所有的重担 可能是你的忧虑 可能是世界的事情 可能是过去的伤害失望等等 今天就说主我愿意完全卸下 我愿意完全交托 我愿意信靠你 我愿意把你摆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 生命中的中心 而我相信我所需要的 你都会供应给我 Amen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如果这句话是对你说的 你生命中有许多的这些担子和中担 主耶稣说我在这里 放下吧 不要再像马大一样 一直的靠自己的努力 过得非常的辛苦 而是来依靠我 放下你的重担在我的脚前 让我成为你生命中的唯一和中心 拥有了耶稣 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Amen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做一个回应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那个宁静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主的同在 在那个宁静谷里面 让主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来敬拜 谢谢你观看 生命权教会线上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我们的教会 欢迎你上生命权教会的网站 因为还在用电子啊 我有一个面生权教会 现在一望